是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三名男子默默走向前 接著就在大街上 對被害人進行搶劫 兩個人拉住被害人的左右手 一個人強行奪走他手中的包包 拿了後拔腿就跑 整個過程不到十秒鐘 以著你拉我扯之下 引來不小騷動 不少民眾都走下樓查看情況 過一陣子後 警方也到場勘察 六號凌晨三點多 台中城公路發生一起搶案 年近三十歲的父親被害人 到這裡的德州撲克館找朋友 沒想到在等待朋友下班時 卻被三名男子搶走包包 損失上千元 搶匪接受包包後 隨即駕駛黑色小客車逃逸 但搶劫過程 已經全被監視其路下 被害人表示不認識對方 警方已經鎖定車輛 全力通緝中 不排除是受人所為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